现在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含寄生虫最多的九种食物。 医生从来不吃,很多人却还在天天吃。 为了健康再忙,都要看看,大家一起来听。 邻居王大爷今年72岁了。 他年轻时为了家庭付出了很多。 现在退休了,子女们希望他能好好享受生活, 经常买各种营养品给他。 尽管以前很少能吃到这些美食, 但王大爷似乎对这些营养品并不感兴趣。 他喜欢去超市买窝笋,回家后凉拌生吃, 这对他来说是美味的享受。 然而,家人们并不赞成他的这种吃法。 他的女儿多次提醒他说, 生窝笋可能含有寄生虫, 长期食用可能会有健康风险。 但王大爷不以为然, 觉得女儿的话有些夸张。 他认为自己以前也常吃窝笋, 从没遇到过什么问题。 他的女儿看到父亲如此固执, 也很无奈。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追求肉类, 反而更偏向于蔬菜。 但有些蔬菜可能含有较多寄生虫, 食用后感染的风险也较高。 今天医生就好好给你们讲一讲, 什么是寄生虫。 有哪些蔬菜含寄生虫比较多, 是不适合吃的。 这与每个人的日常饮食都息息相关, 一定要仔细看完。 一、什么是寄生虫? 对人体有什么影响? 说到寄生虫, 大家都不陌生, 特别是在我们小的时候。 由于生活条件差和环境卫生意识不足, 寄生虫感染的情况很常见, 几乎每个孩子都会感染寄生虫。 当时,孩子们的营养本来就不足, 再加上体内寄生虫的存在, 很多孩子都面黄鸡兽, 特别是在农村, 卫生条件比城市更差。 孩子们更容易感染寄生虫。 最常见的寄生虫是回虫, 喜欢寄生于人体的小肠或其他器官。 回虫性四隐回, 属于线虫、长度和粗细不一。 孩子们喜欢在地上爬行、 吸吮手指等行为, 使得它们容易感染, 特别是学龄期儿童。 在世界各地的温带、 亚热带及热带地区, 回虫感染广泛存在,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 既有散发也有集体感染的情况。 还有一种常见的寄生虫是脑虫。 脑虫体型小, 长度端虫体很细, 人类是脑虫的唯一宿主。 脑虫磁体在夜间喜欢在肛门周围活动并产卵, 引起肛门周围起养。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孩子会经常挠屁股, 可能是感染了脑虫。 这两种寄生虫在过去很常见, 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寄生虫感染的几率逐渐下降。 然而, 仍有一些孩子会感染寄生虫。 之前有报道称, 深圳一名四岁男童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像怀孕的肚子, 家长带他去医院检查, 结果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寄生虫。 在孩子体内取出了一千多毫升的含寄生虫液体。 这一结果让医生都大吃一惊, 纷纷猜测是什么原因, 导致孩子感染如此严重。 二、最容易藏有寄生虫的九种食物, 千万要小心。 寄生虫是令人不安的存在, 而有些常见的食物竟然成为了它们滋生的温床。 这些平日里受人追捧的美食, 实际上含有大量寄生虫, 即使加热到105摄氏度, 都不一定能完全杀死它们。 当我了解到这些时, 感到非常害怕, 而你可能每天都在吃。 今天, 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含寄生虫最多的九种食物。 第九个, 莴笋。 莴炬是一种常见的蔬菜, 经常出现在餐桌上, 也是很多人的最爱。 有些人喜欢将莴炬煮熟后食用, 或者与肉类等其他食材搭配, 荤素结合。 但是, 也有一些人喜欢生吃莴炬, 用调料拌一下就直接食用。 其实, 莴炬中含有很多寄生虫, 这是因为, 莴炬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水分, 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的雨水, 可能带有寄生虫和细菌。 这些微生物很容易进入窝具、内部, 从而增加感染寄生虫的机会。 即使在食用前进行了清洗, 也只能清除表面的污渍。 内部的寄生虫难以彻底清洗干净。 第八个, 花菜。 花菜是一种广受欢迎的蔬菜, 不仅因为其口感好, 更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长期适量食用花菜可以有效促进新陈代谢, 加速体内废物和垃圾的排出, 还能提高免疫力。 而且, 花菜脂肪含量低, 长期食用不会导致发胖, 对减肥也有帮助。 然而,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花菜表面凹凸不平, 很容易隐藏寄生虫和细菌。 且清洗起来不容易彻底。 很多人在清洗时不够彻底, 导致细菌残留。 因此, 在食用花菜前, 焯水是非常必要的。 这样可以有效去除隐藏的寄生虫和细菌。 第七个, 生鱼片。 生鱼片是一道令人垂涎的美食, 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它可能潜藏的危险。 由于生鱼片的制作过程中, 鱼肉未经高温烹饪, 这为各种寄生虫提供了繁殖的机会。 首先, 生鱼片通常以生鲜的方式食用, 这意味着它们未经过加热处理。 寄生虫如肺溪虫和一间线虫等, 可能存活在鱼肉中, 并随着生鱼片进入人体的消化系统。 其次, 生鱼片在制作过程中, 如果对食材处理不够彻底, 也会成为寄生虫滋生的原因之一。 如果鱼肉没有经过充分的冷冻处理, 虫卵或幼虫可能存活, 增加了寄生虫感染的风险, 可能导致消化系统疾病, 如腹泻、腹痛和恶心等症状。 严重的情况下, 寄生虫可能穿过长臂, 进入其他组织或器官, 引发更复杂的健康问题。 虽然生鱼片美味诱人, 但我们不能忽视它所潜在的健康风险。 第六个, 牛蛙。 牛蛙作为一道美味佳肴, 在我国一些地区享有盛名, 尤其是在南方。 牛蛙常被养殖在池塘、 沼泽等净水环境中, 但这些环境也为寄生虫 提供了理想的生存场所。 例如, 肺西虫是一种常见的寄生虫, 它的幼虫会寄生在牛蛙的肺部。 当我们食用为处理妥当的牛蛙时, 这些寄生虫可能会进入我们的消化系统。 此外, 牛蛙的饮食习性也增加了寄生虫感染的风险。 牛蛙通常以昆虫、 水生动物和小鱼为食, 而这些食物中可能带有各种幼虫。 当牛蛙摄食这些感染了寄生虫的食物时, 寄生虫可能转移到牛蛙体内, 最终成为我们摄入的一部分。 这些寄生虫感染可能引发消化系统疾病, 导致腹痛、腹泻、 消化不良以及恶心等症状。 因此, 虽然牛蛙美味可口, 但在食用时一定要确保彻底烹饪, 避免健康风险。 第五个, 生蚝。 生蚝是一道备受追捧的海鲜美食, 是烧烤店的必备食材。 不过, 我们应该意识到, 生蚝同样也容易滋生寄生虫。 首先, 生蚝通常生长在海洋环境中。 这种水域可能存在各种寄生虫。 生蚝在摄取水中的食物时, 也可能摄入寄生虫的卵或幼虫。 另外, 生蚝的处理和存储过程, 也可能增加寄生虫感染的风险。 生蚝在捕捞后长时间储存, 这给寄生虫提供了繁殖的机会。 其次, 不正确地处理和加工, 也可能导致寄生虫的存活和传播。 如果生蚝未经充分加热, 寄生虫可能存活并感染人体。 寄生虫感染不仅影响消化系统, 还可能对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产生影响。 某些寄生虫会进入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 导致头痛、 神经病变 以及行为改变等症状。 此外, 寄生虫感染还可能导致免疫系统功能下降, 增加患其他疾病的风险。 因此, 尽管生蚝美味诱人, 我们在食用时一定要确保其经过充分的处理和加热, 避免健康风险。 第四个, 小龙虾。 小龙虾作为烧烤大排档备受欢迎的美食,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它们通常生活在水质较差的环境中。 小龙虾常以腐植质和其他有机物为食。 这些物质可能携带寄生虫的卵或幼虫。 当小龙虾吃了这些含有寄生虫卵或幼虫的物质时, 寄生虫也有可能进入小龙虾的消化系统。 因此, 野外捕捞的小龙虾更容易携带寄生虫。 相比之下, 养殖环境能更好地控制小龙虾的感染风险。 除了消化系统问题, 寄生虫感染还可能对其他系统和器官造成影响。 某些寄生虫能够进入人体的肝脏和肺部, 引发肝脏疾病和肺部感染, 或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 因此, 在食用小龙虾时, 特别是野外捕捞的小龙虾,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烹饪和处理, 以减少寄生虫感染的风险。 第三个, 生牛排。 生牛排, 这道令许多人垂涎的美食, 确实有其独特的风味。 然而, 我们必须正是一个事实, 生牛排中可能携带寄生虫, 如肉牙虫和掏虫。 这些寄生虫在未经适当处理的生牛排中存活, 一旦我们食用, 它们就可能进入我们的身体。 生牛排常用于制作如牛肉塔塔或牛肉薄片等生肉料理。 这类料理追求的是牛肉的原汁原味, 对牛肉的新鲜度有着极高的要求。 但正因为此, 也存在着一定的寄生虫感染风险。 如果所选用的牛肉没有经过合格的检疫和处理, 其中的寄生虫就有可能对我们造成健康威胁。 食用了带有寄生虫的生牛排后, 人体可能会出现多种不适症状, 比如肉牙虫感染可能引发肉牙虫病, 主要症状包括发热、头痛、恶心等, 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肌肉无力, 甚至损害心脏和呼吸系统。 因此,我建议大家在享受美食时, 尽量避免食用生牛排。 如果确实喜欢这种风味, 那么请务必选择信誉良好的供应商, 并确保牛肉经过充分的加热和处理, 以减少寄生虫感染的风险。 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 也不忘保护自己的健康。 第二个,田螺。 田螺,一种常见且美味的水生食物, 确实深受人们喜爱。 然而,在享受这种美食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存在的健康隐患。 田螺容易滋生寄生虫, 这些寄生虫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田螺通常生活在水塘等自然水域中, 这些水域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成为寄生虫的滋生地。 田螺以水中的有机物为食, 包括寄生虫的卵或幼虫, 因此很容易成为寄生虫的宿主。 在市场上购买的田螺, 很多都来自野外环境, 因此很可能携带有寄生虫。 一些常见的寄生虫, 如干溪虫、 沟虫和回虫等, 都可能在田螺体内生长和繁殖。 当人体摄入这些带有寄生虫的田螺时, 寄生虫就可能进入人体, 引发各种健康问题。 寄生虫感染可能导致消化系统不适, 营养不良等症状, 严重时还可能引发神经系统疾病。 对于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 如儿童、老年人 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来说, 感染寄生虫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因此,在食用田螺时, 我们应该选择来源可靠, 经过充分处理和烹饪的田螺, 以降低感染寄生虫的风险。 第一个,黄鳝。 黄鳝是一种十分受欢迎的食材, 常被用来制作各种美味佳肴。 它以水中的有机物为食, 自然也包括寄生虫的卵或幼虫。 当黄鳝摄取这些含有寄生虫的物质时, 寄生虫就会进入黄鳝体内, 之后再进入我们的身体。 黄鳝常常在自然环境中捕捞或养殖, 这使得它们的生长环境难以完全控制, 可能存在细菌、寄生虫或其他病原体的污染源, 大大增加了黄鳝感染寄生虫的风险。 这些寄生虫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不容忽视, 特别是对于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 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健康问题。 总之,寄生虫感染不容小觑, 可能会导致较为严重的健康问题, 包括消化系统疾病、 瀕血、免疫系统异常等等。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我们应当谨慎选择食材。 同时,正确的烹饪方式, 也是预防寄生虫感染的关键。 健康饮食从我做起, 让我们一起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 但其实鱼腥草中也可能含有很多寄生虫, 因为它是生长在泥土中, 长期处于潮湿环境, 就有可能会引起寄生虫的聚集, 长期吃它就有感染的可能。 因此, 大家在吃之前一定要处理好, 尽量减少寄生虫的摄入。 其实, 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人都感染有寄生虫, 也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出来, 只不过人们不在意罢了。 当人体感染寄生虫后, 身体通常会发出这些信号, 一定要警惕。 三, 体内有寄生虫, 身体会发出五个求救信号。 一, 腹泻或便秘。 寄生虫常常天爱寄生在肠道中, 它们会对肠道粘膜造成不良刺激, 容易引发慢性腹泻。 更糟糕的是, 当寄生虫在肠道内大量繁殖时, 它们甚至可能堵塞肠道, 导致不同程度的便秘。 如果你经常无缘无故地出现腹泻或便秘的症状, 那么这很可能是寄生虫在作祟。 二, 皮肤改变。 皮肤改变是寄生虫感染的常见症状之一, 特别是在孩子中更为常见。 寄生虫在肠道内会与人体争夺营养物质, 导致人体营养摄入不足, 长期下来可能引发营养不良, 使孩子的脸色变得蜡黄。 此外, 寄生虫还可能引起一系列堵塞现象, 导致皮疹、 湿疹、 皮肤过敏 以及寻麻疹等皮肤问题的出现。 三, 食欲增加。 当寄生虫在人体内大量繁殖时, 它们会不断掠夺身体内的营养物质。 对于平时饭量较小的人来说, 即使饭量没有增加, 感染寄生虫后也容易频繁感到饥饿。 有些人可能会因此饭量大增, 但体重却基本不会增加, 因为寄生虫消耗了大部分营养物质, 导致人体无法充分吸收 和利用食物中的养分, 而且有时候还可能会感到疲乏无力、 无精打采等。 四, 肛门扫养。 肛门扫养确实是一种常见的症状, 尤其对于那些感染了脑虫的人来说, 它们会明显感到肛门处的不适和扫养感。 这种扫养感往往难以忍受, 可能会让人不自觉的。